例題9.8 亦是這一課的重點 今次我們要找Area 好,第一件事你要懂得Area of Triangle 公式 是抵乘高除2 其次你要懂得把這幅圖畫出來 今次沒有給你圖 請你自己畫出來 大約是這樣的 最大應該是4 我們要預算4 先畫多少二畫點 0.4 應該是在asset 你會看到 y.asset y.asset 即是在y.asset 所以這點應該會在這個位置 記住寫英文字母 r. 應該是x.4 y.1 應該是在這裡 p. 是2 所以應該是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是1 1應該同 這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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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跟r 有相同的高度 好,現在有3點 我們先連一條線 它就是我們找的三角形面積 好 第一件事就是這條是水平線 剛才說了 因為它們有相同的y coordinate 接著 我們要計算它的area 我們要考慮三角形面積公式是甚麼 三角形面積公式是底乘高除2 所以對這個三角形來說 它的底應該是這條線 所以很簡單 它的底是pr pr pr就是這點和這點 第一件事這兩點 這個1是一樣的 y coordinate一樣 所以現在就把x coordinate相減 大減小 就是4 2 就是2 OK 第一是2那麼長 這個三角高是多少呢 它是歪了一邊的 所以它的高應該就不在三角外 在三角外 從這點拉下去 所以這點拉下去之後 你要拉到跟底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高 問題來了 這條線就叫pr 因為b和r是頭尾 這條線是qq 沒有名字 所以現在我們要切 隨便給它名字 叫pqrs 我們要切這點做s 所以在上面加回 let sb 然後競猜一下這個座標是什麼 第一件事是在s上面 而且在y的s上面 即是表示y coordinate會有數字 x coordinate就沒有數字 要變0 其次它在這條的horizontal line 這個和這點的y coordinate都是1 所以這點的y coordinate都要繼續是1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現在它的高有名字 叫qs qs一樣 q和s有一個 coordinate相等 將另一個 coordinate大減小 好 當你計算了所有你需要用的長度之後 你可以開始計算它的面積 它的面積就是area 記著寫體解 of pqr 就是 底乘高除2 即是2乘3 over2 即是3 這樣就計算完了 好 沒問題的吧 我再說一次 再看大家的格式 第一件事 你需要計算它的面積的話 你要考慮 我們要底乘高 我們需要切一點 你記得切點的方法 格式的方法就是 先要切完要用的點 之後 每一條要用的線 都計算到長度 最後一次過 將所有線 乘回 計算我們的面積 這樣就可以了 沒問題的 那看看cast-word 都是要計算area of triangle 那你記得答案 會分析三部份 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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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